還要加花生粉喔 這個不是花生粉 這是什麼 麥芽酥 麥芽酥 它的冰上面還有麥芽酥欸 哇 好強喔 好強喔 有沒有要怎麼做 那個料啊 有夠紮實的 然後你看看這個蜜番薯 我都吞口水了 我覺得加麥芽酥實在太強了 而且這個冰本人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說蜜地瓜嗎 好好吃喔 來帶寶姨姐開房間 What 它這個飯店很厲害的是 它有自己的skybar喔 據說是斗六唯一 看得到夜景的地方 你知道通方便 吃的東西都在附近 然後在這邊又可以chill一下 喝個飲料 這很會介紹 好啦趕快去吧 Love yourself Love yourself 晚安 騷動的靈魂們 這一集和我們一起回到雲林的 是演什麼像什麼的百變演員 曾沛宇 各位在座的人有看過沛宇演的戲嗎 停車裡面他演的是一個叫做李薇的東北女孩 雙城故事讓他入圍了金鐘獎 他演一個ABC Joe 然後還有最佳利益 演一個律師 蘇文養成績是那個不想結婚的二姑姑 然後做工的人最精簡最近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鳳 你如果越是理解自己 你就會對自己有越大的自信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整個人表現出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這一集會跟一個非常愛自己的曾沛宇去認識 非常愛雲林的一群人 雲林曾沛宇 西螺大橋 西螺是那種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那個果菜市場 就在這 他如果一天不開 台本人沒有菜可以吃 真的 對 為什麼沒有吃 我如果這樣造成你這樣的誤會 我很抱歉 對 那我們到那個鹽瓶老街的話就是會吃 U餐高戰櫃 接下來就要去西螺最最有名的就是醬油 一定要留點時間給我買醬油 這是他第一次在開這個會議 不是講工作嗎 在跟我們講的東西還好 然後他們有一款醬油 又來了 我都是這樣講的 他沒有一款醬油是比較偏甜 然後是可以拿來做瘦成熟 然後那一款醬油 而且他那一款醬油是你直接 弄一小時 然後淋在飯上 我覺得很好吃 好的 在這個秋高氣爽的好天氣呢 我們迎來了雲林美女珍沛 哈囉大家好我是珍沛瑜 我沒有想是雲林人欸 呃 我以為你只是戲演得很好 把地方媽媽演得很好 沒想你本來就是地方媽媽欸 呃 可是就是我的這個雲林人其實有點心虛啦 就是因為其實我是從小在台北出生長大 但是我爸媽是純正的雲林人 然後我哥我姊在雲林出生的 那因為後來我爸掉職的關係 我就是在台北出生長大這樣 可是你每年過年都還是會回來對不對 對但是這也是我爸就是退休以後的事情 OK 對所以就後來就每年都回來過年 而且就是確實回來過年也比較有過年的氣氛 而且我們現在來到就是西螺最著名的地標 登登 我一定要說我真的是一個很土的人 我這輩子沒有來過西螺大橋了 真的假的 哈哈哈 你現在嘲笑我嗎 沒有我有點驚訝 可是 就 因為我都在照片上看西螺大橋啊 那怎麼樣本人有 本人超美的 可是剛佩宇有在說啊 他從來沒有看過沒有人的西螺大橋 呃 通常回來的時候都是過年嘛 然後過年的西螺大橋這邊就會是 滿滿的 人山人海 對人山人海然後咖啡車然後什麼桌椅 然後還有燈結的燈飾一大堆 所以我剛才就是 剛到的時候我也有點嚇到想說 哇這也太空了吧 西螺大橋它其實本身的歷史 就其實有點還滿涵蓋了台灣的歷史這樣 因為它其實是在日據時代的時候就開始興建 佐水溪非常的寬 然後呢 當時就是在大概1930年 20年代以前就是 唯一一個貫穿的藥道就是那個縱貫鐵路 完全沒有就是 譬如說 汽車或是行人可以往來的地方 所以很不方便 這邊 我們這邊是西螺嘛 那橋的另外那邊是 就彰化西州 對 兩邊的當地的士生 大家就開始去跟那個 當時的日本政府申請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開始建造 嗯 就造好了橋墩 嗯 跟南北的橋台 之後戰爭就爆發了 對 所以它的工程就延宕一直到戰後 然後才 呃 在那個就是美國的那個美人幫助之下 就是我們後來才在1952年 終於就是完工了這樣子 大家都說 一個非常認真的主持人 啊真的嗎 對 我覺得他把整個西螺大橋圍基百科 全部背下來了 我想隨便問一個路人 看他們對西螺大橋有沒有認識很清楚 好啊 那邊有一位穿頭紅色衣服的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阿姨 喔穿這穿這漂亮 Sorry 我的台語不太好 我很好 要怎麼稱呼你 我喔 欸 我就是 佩儀的媽媽 喔 真媽媽 所以在西螺隨便找一位 其實這可以約家人耶 我家真媽媽是好像叫我媽媽 什麼時候拿的是 喔 風箏 風箏 他小時候 演的這個風箏已經三四十年了 你們家好妙喔 他真的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那個 因為我很愛 好啦 因為我很愛放風箏 是一隻好紅色的老鷹 對 跟你們兩個衣服都好配喔 就是很明顯我是誰的小孩啊 真的 你幫手 可以可以 你幫手 你幫手 欸 真的耶 對 因為這裡風箏真的很大 欸 我們在西螺大橋放風箏耶 對啊 欸 真的就放上去了 真的真的 因為這裡風箏超大 超推大家來這裡放風箏的 好棒喔 但是我小時候這個至少有三十五年了吧 至少 風箏可以維持這麼久 對啊 所以我就是其實覺得天啊 就是Made in Taiwan的東西 是不是就真的超難用的 我覺得很厲害耶 收一下收一下 對啊 可是平常這裡應該很熱鬧吧 平常 這個就要問他 黃昏的時候比較熱鬧 黃昏的時候 對 他民國四十二年嘛 對啊 1953年的時候 我媽六歲 他也背得很清楚 你不會跟伯爺逼你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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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四十二年的時候落成嘛 你們兩個真的好香 對啊 整個都做了超多功課 要介紹西螺大橋 整個沒有再輸的 好不好 我的家鄉我最了解 而且我很驕傲 的那種感覺 這樣聊完之後有點肚子餓 這邊有好吃的東西嗎 當然有啊 好吃的有啦 就是一般大致上都會說 塞梨油腸粿 就是算是我們這邊的 好像有來西螺的人 大致上都會去吃 對 有麵糧 有麵糧 我會帶 我會帶幾個 12個 12個 欸你們確定要幾個 你們要幾個 就就就就 我就要包完了 就沒了 1234 6個 6個 快快快 沒就沒了 因為他要準備了 就賣完了 今天的量都賣完了 都沒有了 那個 因為 全場只剩這兩份 所以呢 我有點著急 我很怕這兩份就 就被 就被吃掉了 這真的超好吃的 我要竹筍湯一個 15塊一碗湯 對啊 我看不出來了 好 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一下 油腸粿 油腸粿 對 是因為它上面放很多油蔥的意思嗎 對 好吃就是在加油腸 對 喔 這邊寫是九層粿 對 它這個粿有做就是九層 九層有沒有 一層一層一層 這應該是用我們濁水溪的那個米做的 濁水溪的米特別好嗎 它覺得特別Q 很Q 煮那個稀飯都是黃色的喔 不是白白的喔 因為它沒有染過那個 漂白或什麼之類的 對 真的很好吃耶 是不是超Q 這真的超好吃 我超愛吃這個 但是要吃冷的是不是 對 其實熱冷的都很Q啦 這個就是很透亮的部分 其實是豬油又混了那個醬油膏 然後又混了油蔥 所以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碗 九層粿 它其實有很多學問在裡面 對啊 然後有淡淡的那個蒜泥的香味 嗯 蒜頭也是我們雲林的名產 然後 契董的那個蒜頭是最香最辣的 赤桶的蒜頭最好吃 對 雲林的米最Q 嗯 西螺的粿最讚 我沒有吃過這樣的粿 因為你都吃混了啊 你現在 背嗆背嗆 他剛剛還指我 因為你都吃混了 對 好 我要喝一個這個湯 豬皮嗎 對 對啊 如何 什麼叫CP值 你沒有吃過這個 你不能說什麼叫CP值 真的耶 而且現在高山哥說 25塊還是很便宜喔 豬皮 豬腳 其實我也很愛自己 嗯 這個湯超好喝的耶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筍味 筍味超級濃 15塊耶 而且我看 這條街其實蠻多賣貴的 嗯 因為這個就是 這邊的當地的特色 對阿 所以其實好多家 但這家因為是三代祖傳 它就是留著最古沙味的味道 然後 你看到很多東西沒有變 你反而會覺得 啊 很安心 然後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苦 回到家還是有一種穩定的那種感覺 所以媽媽有給人家這種感覺 嗯 然後家鄉也會給人家這種感覺 對啊 嗯 好好吃喔 好啦你們不要拍了趕快去吃啊 趕快去吃啊 趕快去吃啊 趕快去吃 趕快去吃 不要拍了 真的 很好喝 真的好喝 謝謝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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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吃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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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 還有什麼沒吃到 你們都吃了喔 對啊他們都吃了喔 妳不知道啊 等一下妳們每人 但是因為它是用那個 時間代先吃啊 那個麥芽糖下去揉的 所以很Q有沒有 跟一般的花生糖 而且不會黏牙 就不黏牙 一定要鞭料新鮮 不是剛做好就新鮮 鞭料不弄好的話 啊鞭料有什麼 鞭料喔 這很簡單的 跟白癡就輸了 大夫婦都花生 花生 到底店沒有了 這個 梅子棒棒糖 超愛我每年回來都要買這些 這個 這罐我覺得超厲害 我發現今天幾次在做購物台耶 我們有要吃冰嗎 有時間可以吃冰嗎 但是我女兒 我們現在時間夠 時間 好耶 好吧 這是什麼地瓜嗎 蜜地瓜 我可以多要一個蜜地瓜嗎 當然可以 謝謝 我這個蜜地瓜 你外地吃吃不到 是你自己做的喔 對 還要加花生粉喔 這個不是花生粉 這是什麼 這是麥芽酥 麥芽酥 他的冰上面還有麥芽酥耶 哇 好強喔 好強喔 我要怎麼做 還沒吃之前先大家看完整版 這三種麥芽酥的冰 有三種不同的料加在上面 像這個是純的一顆一顆的花生 這個是麥芽酥壓碎的 這個是沒有壓碎的麥芽酥 所以你也可以吃一整顆 然後那個料啊 有夠紮實的 然後你看看這個蜜蜂蜀 我都吞口水了 那啊 吃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麥芽酥實在太強了 好香喔 這麥芽酥真的太強了 而且這個冰本人 你怎麼了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說蜜地瓜嗎 哈哈哈哈 好吃喔 就是你會捨不得讓它吞進去 就是因為它會在你整個嘴巴裡面 蔓延那個地瓜的香氣 哇 這瓜超好吃的 這個叫做什麼 珍寶椅牛奶滴 哈哈哈哈 我要問我要問 你地瓜是怎麼處理的 對啊 這個地瓜一滴糖都沒有 一滴糖都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用麥芽 喔 用麥芽慢慢的熬 這個東西都是我們粉飲館 所有的農產品 在地 在地 你是不是為我們節目昨天去燙頭髮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那你們的地方真的太強了 對 每一種都很強 每一種都很強 嗯 嗯 你會一個人旅行嗎 會 一個人旅行都做些什麼 就 去哪裡 不一定 因為我是那種就是 我很討厭計畫 然後我喜歡說走就走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蠻難揪到人 譬如說我現在這一刻 我就很想要去哪裡 那我覺得那算了 我就自己車開了我就走了 然後 然後而且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就是我很喜歡開車 因為開車對我來說它是一件很放鬆的事情 因為其實生活中有好多事情是你沒有辦法可以決定的 可是就是唯有坐在方向盤後面我們可以決定我下一個地點要去哪裡 對啊 所以就不一定啊 我有時候可能就只是就是 就是晚上然後就去開一個夜 譬如說那個濱海公路 沿著濱海公路就這樣開了一整路 然後可能開到某一個我 就是隨便開一個我就想說 算了就掉頭髮 然後就再開回家這樣 像Forest Gump 阿甘真的一直跑跑跑 跑到一個地方就說我要回家了 這樣子 對 你不會怕嗎 因為通常一個女生都 有時候會擔心 不會啊台灣很安全 也是 台灣有紅衣小女孩啊 可是 我覺得好像還好我從來沒有 沒有擔心過這個事情 對啊 雖然你說你是台北女生啊 對 但是其實你對雲林啊西樓啊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個感情 真的 因為其實真的在台北住久真的好厭倦住在都市裡面 我真的就是真的我真的不騙你 就要不是因為我們工作的關係 因為我們所有的電影公司製作公司都在台北啊 對對 所以如果你不是住 就如果不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你會選擇住在哪裡 我會想要住在就是 依山傍海的地方 我是很貪心嘛 我本來想 我本來用你說你要山還是要海 就是你還說依山傍海 其實很可惜就是說 因為雲林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農業縣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其實 人口外移非常的嚴重 住在雲林的可能就是幾十萬 對 可是在外面的兩百萬 真的 而且連在我們的工作圈也是一樣的 大家在彼此在互相聊的時候很容易 說啊你也是雲林人 啊你也是雲林人 這一車雲林人舉手 我也是雲林人 是不是 司機大哥是雲林人嗎 呃你是雲林人嗎 哦不是 你不要這樣 就是硬是要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 福星宮 西羅的福星宮 對 聽說福星宮是 呃不管是哪一個媽祖的繞境 都一定會進來的地方 沒錯 對 然後我最喜歡這個福星宮 是因為我覺得可能因為我每年都幾乎都是過年的時候回來 然後他就是會在那個跨年之前他會放煙火 蛤自己放煙火 對啊 好大氣喔 是不是然後我們就站在那個廟門口 然後他就在廟後面放 所以就是很澎湃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福星宮的上面就開始炸煙火 現在也在放嗎 對啊 先打個招呼 好 好開心喔 是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進來這個廟感覺整個人都好 對啊 被一種愛包圍著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有點驚豔 就是你竟然有這麼強的感受力 還有我就覺得是不是我慧根真的超不夠的 不是我覺得是因為平常你來的時候可能人生鼎沸 所以呢 然後你忙著看煙火 然後你忙著領紅包 然後忙著熱鬧 可是今天因為我們今天來的是平日 所以這裡變得很靜意 然後他有一股很平靜很溫柔的氣氛 然後在這個廟裡面蔓延的 我覺得就是不同的時節 其實廟有不同的感覺 而人少的時候你特別能夠感受到 真的它 你好 非常歡迎你來到契羅福星宮 你好 你是公主 不是 我是廟裡面的企劃 企劃 都好Fashion 真的耶 所以剛剛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是你們每年都會放煙火跟發美金喔 對 對 我們除夕業其實很重要就是 我們會搶頭箱 阿堅以前的前輩講 搶頭箱熱烈的程度 把門口的食屍擠倒了 哈哈哈哈 其實很重耶 對 你拿到的那個紅包 就是那個號碼有重的話 好像還有額外的 還有抽獎金 有有有時候是獎金 然後有時候是什麼autobuy 真的很厲害 我超想要 天啊這些年來我到底錯過了什麼 是不是 我跟妳講 過年真的還是南部比較有氣氛 真的喔 對啊 台北都好愛咬喔 台北都好愛咬喔 很熱鬧 那一般我們進來福新宮 第一件事情 從我們進來之後 我們會點香 難得來跟我們非常 有母愛的太平媽 請打個招呼 真的喔 我剛剛真的有一種 怎麼被愛包圍的感覺 一般進到廟的習俗 第一個我們都會先 呃 站在天宮爐 然後向外面拜 那福新宮的天宮爐 特別是在剛才天井這邊 對 那我們跟天宮秉告 就是妳比較熟的名字家屬哪裡 然後 一般我們在擦巷的時候 左手擦 最後的Andy 我們會祈願媽祖 望我諸世太平 好耶 買醬油囉 好了 我們要買醬油了 我覺得今天就是一個購物行程 真的 導播我們現在還剩下幾組呢 基本上只是要五組了 所以大家在用搶購的 好的好的 沒有問題 好的 今天呢 我們現在要走的行程呢 是 我們已經錄了五集了 然後呢 導演唯一期待的行程 喔真的嗎 對然後呢 我剛剛偷瞄了一下 我想說欸好像他們家的醬油 我有買過耶 然後導演竟然在旁邊 冷冷的說了一句 有醬油跟會用醬油 是兩回事 好嗆喔 導演是哪一個給我站出來 老闆可以出來了 不用躲起來了 欸 剛剛還要裝一下 要支持一下年輕人 哈囉 柴燒醬油 介紹一下你們家醬油的名字 叫做 我們家叫玉鼎心手工柴燒黑豆醬油 其實我們這六十年來 就一直堅持一件事情 喔你這麼老了喔 喔沒有 從阿公就開始了 阿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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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第三代的製醬油 OKOKOK 我們一直堅持用柴火去熬煮醬油 然後很多人都會覺得 柴火這件事情很像是一種噱頭 可是其實六十年前大家都是這樣煮醬油 喔真的喔 對 我們只是保留這樣子的傳統 喔 可是現在台灣還這樣煮醬油的人多嗎 呃 現在我比較 我比較清楚的 全台灣有兩家 我們就是其中一家 另外這就不要講了 喔 因為競爭對手 也是朋友 他在東市 台中東市 還是可以有介紹一下 對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曾經堅持想要趕快進來啊 你現在看到的 有非常多的系列 然後每個系列都找一個設計師 原因是因為 每一個產品背後都有它的一個想法在 一般台灣傳統釀造的 醬油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它是用整顆豆子下去做的 然後呢 它最少要四個月到六個月的釀造時間 這樣起來的風味才會完整 那我都說 一個正確的醬油的口感應該是先鹹再慢慢灰乾 大家都以為黑豆醬油有一種臭臭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認真聞過 聞過 可是說實在如果在釀造的過程啊 你釀得夠好的話 你會聞到那個 味道是蜜蜂都會誤會的那個甜味 就是我們在挖豆子的時候 蜜蜂都會在我們旁邊繞 蜜蜂都被騙了 蜜蜂都被騙了 對蜜蜂都被騙了 雖然很鹹 可是它的味道是甜的 剛剛說起來 先鹹後回甘的那個感覺是 很多買醬油的人 或者是想要用醬油做菜的人的一種追求 可是如果做的人是朝著這個意念 往前奔跑的話 我覺得離終點 欸喂 欸對只剩三組不好意思喔 就離終點也不遠了 你們不是有一款醬油是在國外有得獎的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三顆星 最高的喔 在國外得獎 很強欸 出國比賽喔 濁水琥珀 它就是一罐很優雅的一罐醬油 好會形容優雅 對因為它 濁水溪就是濁水溪 然後琥珀就是在講黑豆醬油 然後我們期許它是一瓶 全世界最好的黑豆醬油 這種臭屁法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講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們平常 不管是在餐廳 或者是你們在貨架上買到的醬油 基本上都是黃豆做的 可是呢我們後來到了新加坡 到了比利時 到了還有一個香港 我們才發現全世界只有台灣有黑豆醬油 真的嗎 對所以換句話說 台灣的黑豆醬油 未來也可以代表台灣的飲食文化 可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問題還是會回歸到我們生產者 就是我們並沒有把這樣子的文化 把它做一個好的梳理 是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的希望把 台灣各家醬廠的味道啊 或者是它的那個分類 把它做一個妥善的分類 對 那未來希望可以讓消費者可以簡單的理解 可能就是品種 量造方式跟料理之間的關係 如果可以的話 未來我們就可能 跟歐洲在談咖啡 談酒一樣的那種格調這樣子 就是我們來品一下 對品醬油 先讓醬油跟空氣充分的混合 氧化了之後再這樣喝一口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 年輕人啊 繼承家業之後 就是會放入自己的很多想法 然後結合更多新式的 不管是視覺上的 或者是物理上的也好 他們其實用了很多 舊的跟新的方法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一定是 上一代留下來的東西夠好 你才會想要傳承它嘛 要不然你就會想要砍掉重練了 對 因為你們夠好 所以我們才願意承接 對 然後呢 可是子女也要讓父母放心 沒錯 就是我們不是把你們過去 所有做的事情都抹滅 我們只是站在你的肩膀上 然後往更遠的地方看 我們也謝謝你們打下的所有良好的基礎 接下來我們是手牽手 但你可以享福的 打拼的事情我做 辛苦的事情我做 我們現在真的超累的 然後休息的事情我做 我覺得那就是 我覺得那就是最棒的傳承了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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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打腳了 這好香喔 真的才燒耶 對啊 才燒 趕快來看一下 真的才燒耶 可以來腳看看 我都說齁 如果你要練身體的話 不用去健身房 在這邊就好 真的 所以練到後來會有這種 一定要這麼大桶就對了 對 你攪看看 會很重嗎 要順時針還逆時針嗎 都可以 你的習慣就可以了 裡面真的都是痘痘耶 對對對 其實它裡面是一個圓的槽 所以你在攪的時候就是你的那個鏟子跟那個鍋底沿著下去就可以了 喔 因為就是為了不要讓它燒焦 我感覺到了 你試一下 這輩子沒這樣釀過醬油 喔 好酷喔 然後其實這種罩喔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喔 它這個是斜的 可是我們一般你可能傳統看到應該都是平的比較多 那因為早期我們是農村社會 我們有很多那個米剩下的殼就是抽坑 我們就是可以用這個來燒那個抽坑 對 那這種罩就叫抽坑罩 喔 欸 你這個通風做得很好耶 是是 所以煙不會出來 欸 這種他很了解 你擦在外面自己也吹那種嗎 欸 對對對還蠻長的 人家一定會很瘦齁 一直流汗 就有點像蒸汽 蒸汽浴這樣 阿桑啦 欸 超可愛它上面有寫豆 baby love you 就是 啊 還給你講話耶 新開寶貝 而且 you can and you will 好勵志喔 其實在這個大環境的釀造底下 它多少會有壞掉的風險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上面會寫那個 I love you 的關係 因為我們有朋友就是之前他種那個豆芽菜 怎麼樣都種不好 然後後來寫I love you 就好 我就說那我們來試看看 可是很多人問我們說到底有沒有用 有用 我跟你說 有用 然後可以聞看看 這還是很香耶 它上面清香 都是鹽 都是結晶喔 對 都是鹽喔 其實這邊就是有三代的痕跡啊 就是你看到這個就是我的阿公等級的喔 這是舊的 這是舊的 對 舊的 幾條紋的 然後呢 你只要看到 圓圓的這個呢 你猜一看看 感覺好像比較新 看起來 所以 是你們的吧 是 我們的 然後第二代的呢 而且也比較符合他們的性格 比較花俏一點 所以平的是你爸爸的 沒錯 對 黑色的 而且你可以觀察一件事情喔 什麼 幾乎每個都有 露出來嗎 裂痕嗎 對 是裂痕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買破掉的紅紅回來 然後我爸在自己補 因為比較便宜 對 比較便宜 辛苦了 是是 大概從1950年代開始到2010年代這個期間 就是我爸在做醬油這段時間裡面 醬油這件事情在大家印象裡面是廉價 會有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量化醬油出來 它很 很 三天就好 很便宜 所以我爸那個年代做醬油很辛苦 所以 他做醬油養不活我們 我們在那個時間啊 做過那個 賣臭豆腐 然後種過菜 然後還賣過早餐店 然後做過南北貨 一切就是為了做 繼續做醬油 做醬油這件事情 爸爸媽媽做醬油的過程其實很辛苦 可是我小時候又會被我爸某一種狀態所感動 然後 我一直沒辦法理解那個感動什麼 我是直到我看到一本書叫天地有大門 序裡面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其實專注就是一種美 所以我才理解說他非常的專注 然後所以感動了我 我回到家其實就是不斷的 記錄我爸在做醬油的畫面 然後寫文字 然後慢慢的衍生出自己的醬油美學 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找到我自己的成就感 跟實名感 太棒了 然後也理解辛苦這件事情 不過是讓我們變得更專注 很會很會下Vlogan 好現在我們剛剛跟弟弟聊完 現在弟弟在幫我們所有劇組的朋友呢 打包我們買的醬油 然後哥哥就出現了 你好 你好 我們要做法式的焦糖部類 什麼 加醬油 出來的那個縫會比較這樣子 我們對我們手洗乾淨 我們就是 用手撈啊 對我們就手直接這樣撈 這樣會 蛋白留下來這樣子 香草我們今天會用兩個 一個是我自己泡的香草精 這罐有在賣嗎 這罐沒有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要把我們的醬油 我們把它加到裡面 OK 真的很難想像 好 味道 它有耶 你說牛油吧 Futter嘛 對不對 真的脆脆呢 我有吃到醬油 因為它的那個 裡面變得真的有一點點微微帶鹹 其實它吃到後面蠻好吃的 A whole new world A hundred thousand things to see 今天是不是A hundred thousand things to see 影西螺 影西螺 真的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來過西螺 我沒有想到西螺有這麼多驚喜 然後有這麼多西螺的初體驗是 我意想不到 然後真的很開心 你知道這種部分啊 其實就是我在錄這個節目最喜歡的部分 真的超可愛的 就是你會遇到很多很棒的人 然後他們一生就只做好一件事情 對啊 然後你在他們身上會聽到很多故事 然後明白 其實所謂的成功真的不是說你要賺多少錢 或者是說你要成為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 而是就跟你剛剛說的一樣 你知道你就是走在自己最對的人生道路上 而那條路只有你能走 可是這真的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耶 只有你自己才有辦法去找到那一個 就是你屬於你自己的那條 那個命運那條路啊 對啊 你找到了嗎 我覺得我找到了 所以你會演到90歲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牙齒都掉光還要繼續 真的 對啊 因為我就是那種 我整個超不在乎的變老 或是什麼白頭髮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就是沒有人不會變老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 就是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樣子 而且雖然說我現在可能會很 就是我可能看到我自己20年前的照片 就覺得哇好年輕喔 可是其實說真的我比較喜歡我現在的日期 因為我也是就這樣歷經了這麼多 你知道 一定你人生一定會經歷超多事情 然後走到今天這一步 就是變成今天的自己的時候 我會覺得 可是你知道在做這一行啊 能夠這樣子的堅持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很感謝我父母就生了一個這麼硬的脾氣給我 好 你好 歡迎我們這邊是問路站 問路站就是如果我們想要知道成龍師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問你 對沒錯 就是為了要給像這樣子不認識我們這邊的人 可以有比較深度的體驗 然後跟了解我們在地的故事 OK 給你們看一下地圖 這個是我們社區的地圖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這邊 安隆公旁邊的集會所旁邊這裡 那這一片濕地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泡水三十幾年 那旁邊你看這個都是一塊一塊藍藍就是余溫 對所以這裡就是養文革蛤蟆 雲林其實是台灣最主要的文革的產地 就是大家愛吃蛤蟆就是從這裡來的 雲林產超多等級的 超愛吃蛤蟆的 這才小看雲林 然後還會滾養 地裡面沒有嗎 我們地裡面 沒有我們這邊 我們都有烏魚子食貢 我們沒有蛤蟆食貢嗎 可以代訂可以代訂 這個還要再研發蛤蟆食貢 可能要先濃縮成蛤蟆精這邊 這邊平常就是週末值班的都是在地的七少年 從高中大學到年輕人 就是希望可以創造一些在地的工作機會 也可以讓他們在這邊服務跟學習 其實不只是創造在地的工作機會 是因為如果這些年輕人可以參與 比方說他們 因為他們透過這個工作 可以更了解這個地方的好 而且他們要把這個好還要講給別人聽 他們就會內化也明白那個好 然後為這個自己的家鄉真的感到驕傲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安排的工作 而且這樣子很容易跟就會砸在這 對 然後年輕人比較更願意 一定願意留下來 然後也看得起自己 對 沒錯 所以這邊應該有很多網友喜歡 來打卡拍照 對對對 我就是 可能 最主要很多遊客會被吸引 就是我們隔壁的長期會所 它裡面有很多的瓷磚 然後拍照起來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哈哈哈哈 你像我跟那星星一樣 就是其實這一趟回來 我有覺得就是 其實真的還滿慚愧的 我真的覺得其實有時候反而是我們 在這個土地上就是生活一輩子 可是其實我們是最不了解這塊土地 就覺得就是自己好不應該喔 所以為什麼我想要做這個節目就是因為 一方面是我很想跟來賓回他們的家去看一看 另外一方面來賓也可以透過我們的角度 重新認識他們的家鄉 對 真的耶 我覺得一舉兩得 然後我又可以吃到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買這麼多 一級半的伴手禮真的太好了 對啊 你看 好快喔 對啊 今天就要結束了 我覺得還沒有逛完西羅耶 而且我真的要非常謝謝你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只覺得你是一個有趣的人 我想要多認識你 所以想要回你的老家看一看 但是我覺得今天西羅在我眼中 就像是這個閃閃發光的夕陽一樣 它像一個寶石一樣整個大發光 然後我看到了它好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又好吃又好玩 然後這裡人又好可愛 對啊 這個叫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其實台灣是一個真的很不大的地方 可是我們真的有好多地方 我們真的一輩子都沒有去過 我們真的一輩子都沒有去過 我們離這裡好近 可是又離這裡好遠 天啊 這是太美了 吶喊 真的啊 所以這才是我 我想做這個節目的一個初衷就是 超酷的 如果我們不能出國玩 那我們就回家吧 真的 好快 然後台灣處處都是 這麼美好的景色等著你去發掘 沒錯 你不用去別的地方了 謝謝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真的真的太美了 天啊 天啊 真的 謝謝希羅 謝謝雲林 謝謝正媽媽 剛才還很擔心 對 我真的還怕趕不上 真的 我想不等 你一支 你中都會有最好的愛 好美喔 大哥為伴 來吧 雲林佩宇為伴 我要跟觀眾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兩個女生要換的衣服 然後跑來成龍師弟拍照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是 有點像別墅一格的女生 嗯 然後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都很勇敢的做自己 也很愛自己 嗯 那雖然我們都在 大家認為要步入禮堂的時機 並沒有 去選擇 對沒有走上這條路 對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依然值得給自己送上一張 絕美的婚紗照 這是自己為自己拍的 不是為了別人拍的 不是為了給別人看的 對 也不是為了站在旁邊的人看的 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換上了 我們自己很喜歡的 對 小裙子 對 也不是一般的婚紗 但是就是 裙子 就是很代表我們個人風格 是 就是 好害羞 好 哈哈 當孤單這筆天極限 我開始想念 有你的夏天 望著終點 越走越遠 回到了起點 童年的美好 在我的腦海浮現 Come on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Let's go back home 飄欲的心隨風而去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找到你 讓我們回家 讓我們回家吧 讓我們回家吧 我會走遍那些錯過的美麗 讓我找到你 讓我找到你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找到你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找到你 Let's go back home Let's go back home Let's go back home 讓你回家 看 我們可以在你 找到你 沒有 你 想轉